大家好 这是四川省大梁山深处的悬崖丛 刚才沿着天梯从那个山脚下一只爬到了悬崖 整个丛落已经基本上没啥人了 都搬到了山下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 刚才上来走了三个小时 花紧时间下山还得坐车去雷波县城 从雷波就直接可以坐车去成都了 要不然从这个地方还要住一晚 明天早上再坐车去西昌市 将近五个多小时 还不如直接到那个雷波再从雷波 坐三四个小时去成都 西昌太绕了 刚才碰见了几个西昌的朋友 说是如果你 下去的如果想去西昌可以坐他们的车 算了吧我还是去雷多县吧 这样不是很绕 看一下这个通质 现在这个 葱庄的人已经搬到了昭爵县城 这都是废弃的土房子 山上也有 整个葱庄就沿着这个山是一直往下 现在赶紧下山吧 太累了 这个 钢架子的梯子 2500多个台积 越往上走越垂直 挺吓人的 感觉 赶紧抓紧时间 4点18 我刚才 下车的时候问了一下 大概 5点多6点多 就过来 说不定哪个时间段 我的包还在前面那个 钢梯的下边放着 我早知道 把包放到那山脚下的商店 哪怕给人一点田都行 背上来太重了 感觉走得太吃力了 要不然我能提前 一个小时到山上 这个梯子 直上直下的 这下边上海南 就往前走 那边才是 全部是那个钢梯 雷波往前面走 这边有一条小路 不知道能不能下去 下去得买瓶水 每隔一段路 都会有一个竹框里面放着水 自己买 虽然有点贵 但是得喝水 看这梯子 过一步 腿软 正腿软 上山容易下山难 这是真的 我再不来这个地方了 好恐怖呀 看着 那些人下的挺快的 我得抓紧时间了 下着还挺快的 没那么慢 有的路可以正着走 但是有的梯子比较陡峭 需要往下爬着走 像这种就好走一点 我感觉有点改不上车了 麻烦了 加油 这种属于直上直下的 这种好走 赶紧赶紧 越往下越好走了 没有那么陡了 估摸着还得一个小时 赶不上车了 这样子 呜 腿 不由自主的在发抖 真的 自己在抖 看一下山顶 就那么远 这个崖壁比较垂直 所以 梯子也特别抖 下来了 最后一段 这个就是下悬崖了 这个天气感觉要下雨了 凉快 这边距离 雷波还有 58公里 这商店关门了吗 我好渴 啊 站在这个地方要拦车了 没车了 我开慢点 这是雷波了 对 这条河叫什么 这条小 小河 再从 悬崖从打了一个车到了这个金沙江的岸边 离波县城在这个山顶上面还有6公里 我身后是 金沙江 坐车坐了一个多小时 这个是金沙江 对面是雍南的昭通 现在我还得打个车去 县城住宿 这个县城这边还挺 凉快的 因为山顶的位置 啊怎么能打到车 是对面那个山上好像是 昭通哪个县城 刚才我忘了 那个 跟我说了一下 从我刚才到这个地方花了50块钱 我当了一路没人说过 后来花了50块钱过来的 挺远的走了一个多小时 沿着金沙江 师傅到县城多钱 县城 县城 县城10块 就这个车吗 10块钱 我已经下车了 这个下边就是 雷波县的县城 整个县城沿着山是要见 这边距离坑站还挺远的 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 对面是雍南省昭通市的 永善县 那个县城也在山顶上 两个隔着 金沙江相望 这个是山上的广场 县城上来之后 一直是盘山公路 就在这个附近找一个住的地方吗 8点多了 先吃个饭吧 一直往上走 就是客用站了 挺远的哈 天上正在打雷 感觉要下雨了 这边距离 宜兵比较近 宜兵我上次是不是去过 我记得 天到前面这个街道 不管找个饭店吃个饭吧 米粉不想吃 冒菜 对面有家冒菜 找一个能洗澡的 红生是汗 这边是老梁山 西窗那边是新梁山 老梁山指的都是 基本上 99%他都是 遗祖 全那啥都没有了 刚才找了一个便宜的太远了 900多米 这边900多米是爬山的路 我山顶住的 赶紧得住下了 那个 看那个天上 不停的在打雷 闪电 雨要过来了 这个山区的住宿比较贵 往前走吧 一直往前 这是上坡路 不出20分钟绝对下雨 在哪里 手机信号不好 雷波县人口20多万 这边 县城隔 金山江与湧南相望 找不见了 赶紧得找 这些都是大酒店 住不起 买点饭带回去吧 要不然 下雨出不来 一个砂锅18 带了一个砂锅 吃点砂锅吧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 听说 这种山里面的物价很高很高 他那个砂锅是咋做的 也没有在砂锅里面放 现成的汤吗 这好像很咋 咱们那边的砂锅不一样 最起码在砂锅里面煮一下 再打包 这边是雷波县城的老街道 这个晚上走这个县城挺累的 都是上坡 一个小宾馆 老城比较便宜 马上到了 一家小宾馆 这边的面馆也挺多的 同庆小吃 走进这个贝街小巷 三楼 已经开始下雨了 我刚刚上楼 这是钥匙 只要能洗澡就行 知道吧 这怎么也要洗澡 这不洗澡不行 里面已经下了 听一下雨声 刚刚好 我拍到的哈不错吧 听一下打雷声 一下雨声 打雷闪电的 我这个雷阵鱼 这是一个小蛋尖 馅也到位了 我发现我在这边吃砂锅好像都是这种 上次晚上在那个丽江吃砂锅米馅 他好像也给准备好了 这个是汤 这个汤 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是 为什么会有炒烤饭 这是不是给我装错了呀 哥们 怎么是炒饭 我要是砂锅花了18块钱 我也醉了吧 他不是听错了吧 这个砂锅 这个炒饭也没那么贵 打开空调吹一会儿 这个是非常老式的空调 我知道了 人家这个没错 这个叫砂锅 叫那个香肠 砂锅饭 我现在反应过来了 香肠砂锅饭 这个等于说是和咱们那边原来的那边四川广园安康那边那个什么饭 我忘了 它是用那个砂锅就炕出来的米饭反应过来 是我是我 我理解错了 这是香肠没错 哇 能听一下这个雨声吗 这是暴雨 这都不是雷震雨了 这 好了各位 累了 从悬崖上空子下来之后 打车 总共今天光打车花了不少钱了都 找了一个小的住所 简简在那边住一晚 休息一下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各位